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 学佛的人多 真学佛的人不多 明信的人多 觉悟的人少 为什么 佛法 我初接触的时候 我跟张家大师三年 我佛法的基础 他老人家给我奠定 我非常感恩 那个时候 我还在 政府机关服务 小志愿 所以我亲近 张家大师的时候 连居士都谈不上 我没有受过三规五戒 我跟张家大师将近一年 还是别人劝我 你应该要皈依 别人想亲近 张家大师都没有这个缘分 你常常跟他亲近 你为什么不败老师 所以我才正式 请他传授我 三规五戒 老师也很欢喜 他告诉我 佛教 众世智 不重行事 这个话特别对我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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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受五戒的时候 说的 不重行事 要重行事 这个意思讲什么 传授三规五戒 是行事 传来之后 你能不能做到呢 你做不到不是假的吗 所以老师告诉我 五戒 你做到一条 这一条戒 你真正受持 你得到了 所以得戒 你做到两条呢 你就得到两条 那粗修嘛 就讲五戒嘛 受了做不到 是假的 这个给我讲这个 重世智 不重行事 这个话说的很重啊 千万不要把行事上 哎呀 我受了 我这是菩萨的 受了菩萨 也是菩萨的 你连个菩提心 都没有 你是什么菩萨 受了三规五戒 我是佛弟子了 你要做不到 把佛的人都丢透了 你看你做不到 做不到 你把佛教的形象破坏了 这个罪很重啊 一般人就不讲这个了 讲了会得罪人嘛 我尊敬老师 就是他跟我讲实话 他不骗我 教导我都是踏踏实实 我们在今天 修行 修什么 这叫真意修行 我们现在搞错了 每一天念多少声佛号 叫修行 每一天读经 拜佛 叫修行 错了 真意修行 就是六根 接触六成经济 修平等心 修亲近心 修倦耳不迷的心 这叫真意修啊 这才重要啊 一定要 中安物为善 过去 门人教会 不知道 造作了很多不善的业 现在知道了 忏除业障 怎么参处 忠实 不忠心 忏悔是 后不再造 你知道 做错了 以后不再重复 这叫真忏悔 居足忏悔 那些仪归 做完之后 明天还照做 那不是忏悔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这个我们要懂啊 我们要针究我 真觉悟 哪有不盖邪归 真的道理 所以真正关键 还在有个绝 这就是世尊 为什么当年在世 四十九年 将近教学 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学王 我们要掌握着 这个原理 在日常 修行在哪里 就在生活当中 不需要什么 刻意 刻意都错了 祖师大德 刻意 编这些仪归 那是干什么 负重生 借淫大众 一种方便 我们故意的做 做了表演 给人看 让他起心动念 借淫他 佛法谦虚 佛法是思导 真正的老师 有学问 有道德 你向他请教 我无德 无能 我业无所长 他说话 是真 一定没错 他给你讲真话 但你不相信 所以 哪有老师 去招身的道理 那胆子太大了 这现在这个 叫招身 这古人看 那吓死人 你怎么敢招身 以私自居 太狂妄了 那怎么办 像释迦牟 这样 好老师 他自己 又不表态 又那么谦虚 我们知道 跟他学了 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学生 做出好样子出来 对他 恭恭敬敬 样子 别人看到 我们都去跟他学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那些形象 全叫招身广告 这个要懂 所以 我早年学佛 张家大师告诉我 佛法重实质 不重行事 自修要重实质 行事 我才晓得招身 众生根性不相同 所以行事的花样 不一样 哪一种花样 多好 都能吸收 一些众生进来 让他看到 身欢喜心觉悟 所以都是好方法 善巧方便 这个要懂 但是我们把善巧方便 当真的 那就错了 那全错了 所以自读之后 这才能读他 你才善于表演 表演当中 知道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做给别人看 不是给自己 他受用 他受用 这就对了 这称之叫 随云妙幽 中国自古以来 这些文艺表演 夫子有个标准 死无形 表演的方式多 指导的方针 你不能叫 看的 听的 接触的人 产生 邪思 那你就错了 邪正从这些辨别 那么佛教的时候 都超越了 比他这更高 在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利他众生当中 你要保住你的清净心 那要用佛法这个标准的时候 就是无量受尽 这五个字 清净平等觉 你在表演的当中 为一切中文表演 里面不设清净平等觉 那就是妙幽 表演是随缘 如果清净平等觉设掉了 那你就是被凡夫渡走了 你去渡人 最后被人家渡走了 跟他一样 齐心动念 把你的烦恼 习气 全都给引出来了 那就错了